眼看都要过年了 你还不回家吗 回家干啥 家里没人了 就我一个 还有一个倒霉的二叔 不是也被你送进去了吗 你可别乱说 别造谣 他是自己犯事被抓进去的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充气量只是举报了一下他 歇 老板 最近通过卖绞肉机和在山东开辟新市场卖酒 我发现了国民还是太穷了 我们的酒水生意很难做大做强 但是最近这几天 我听你说现在的日本人很有钱 我感觉我们应该给我们的酒水另辟战场 开辟港岛和日本的市场 那个地方喜欢低度酒 我们的酒水度数太高了 就算搞过去了也没有市场 我觉得我们可以改良酒水的度数 以太行酒的口感 只要改进生产工艺 绝对可以在日本大卖的 而且我也仔细品尝过了你带回来的日本清酒 他们的酒水里面有一股怪味 这应该是在制作烧酒的时候 比我们少了一道工艺 我觉得只要我们降低自己的度数 绝对可以赚钱的 将雪橙记得 日本的清酒是在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 才改良了工艺去除掉了清酒中的意味 他觉得赵燕说的是实话 只要现在改良太行的工艺 将低度数生产一批太行清酒 一定可以在日本火爆起来的 我也觉得你说的这是好事能够赚钱 可是现在酿酒需要大量的粮食 我们去哪搞这么多的粮食呢 前段时间 我在山东那边遇到了一个老猫子 这老猫子喜欢喝酒他喝多了 无意中跟我们聊天 说到了白头鹰这个国家 种植了大量的粮食 工业化生产价格便宜 就连他都想要购买对方廉价的粮食 赵燕的侃侃而谈 江雪橙忽然觉得 识别三日当刮目相待 他同样知道 此时的白头鹰国家 已经完成了机械化的种植 成本被大大的压缩 而且现在熊国和白头鹰 也斗争到了最激烈的时候 现在购买白头鹰生产的粮食 应该能用更低的价格购买 老板你在我心中 可是无比伟岸的 你在日本闯出了一片天地 你就是我们公司的晴天白玉柱 定海紫金粮 打住 有话说有屁房 你拍我马屁 让我害怕 老板 你神通广大朋友众多 认不认识美国的朋友 能不能够买廉价的粮食 这样我们酿酒的成本 就会进一步压缩 而且只要有了足够多的粮食 我们还能够制造一款清酒 卖去日本的市场 行 这个是我会去处理的 猴崽子你这时候过来 想干啥直说吧 领导 我最近发现日本的钱比较好赚 想要生产一款赚日本钱的太行清酒 然后大量的向日本市场销售 生产的酒水越多需要的粮食越多 你小子不会是想让我给你继续特批粮食吧 这可不行 现在全国的粮食供应都很紧张 领导 我是想进口美国的粮食 用来生产太行清酒 然后去赚日本人的钱 你觉得我这想法怎么样 你这猴崽子你别给我装糊涂 粮食自始至终都是国家的命脉 你想引进美国的廉价粮食 你有考虑过这样做的影响吗 领导 我引进的可不是粮食 而是生产酒水的原料 对 是工业原料 我只用来酿酒 应该没问题吧 你小子的脑袋怎么长的 全是鬼把戏 我可以答应你 但是你也要答应我的条件 你的粮食只能用来酿酒 而且你只能用来酿造太行清酒 只能去日本的市场销售 不能扰乱国内的酒水市场 而且如果让我在市场上 发现一粒廉价的美国粮食 我就让你的脑门吃一颗花生米 这是警告也是提点 我保证所有的粮食 只用来酿造的太行清酒 而这些酒水只对日本销售 领导你放心 我不会拿自己的前程去开玩笑的 我就知道你小子现在翅膀硬了 都能搞来廉价的粮食了 现在燕京附近的县市遭遇了血灾 来年春天一准粮食紧缺 你现在就搞一批粮食回来 我要用一半来振灾 江雪晨这时候才想明白 领导现在一定在为血灾的事情而着急吧 毕竟全国的粮食都紧张 想要抽掉粮食来振灾 也是很困难的事情 也许正是因为现在需要振灾 所以领导才会答应自己的请求吧 老板 你唱着小曲回来 应该是有好事情吧 是的 我已经搞定了廉价的粮食 我准备回京城一趟 开始尝试生产一批太行清酒 然后去日本的市场上销售 你可真是冰贵神速 你这样的老板不挣钱 谁挣钱呢 赵苑也是感慨江雪晨的速度 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搞定了粮食的问题 同时她的心中 也不得不佩服江雪晨的人脉 老板 这个创意是我想出来的 是不是 门都没有 你不会是想要太行清酒的股份吧 我江雪晨可是出了名的铁公鸡 况且你还是我的员工 帮我出谋划策也是应该的 你说完了没有 累了没 我的江大老板 我从来没有说要分你的股份 合力赚的钱 已经够我生存几辈子了 我想问你 你之前答应带我出国 这一次去日本享受清酒 我想过去尝试 你是看不起我的能力 还是怎么了 第一点你不通日语 但你过去你沟通有困难 最重要的一点是 我老婆要是知道了我带着你去日本 她会怎么想的 老板日语我可以学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 我对你这种嫩草 一点兴趣都没有 这一次我可以带你去日本玩 但是你不能插手生意 毕竟那边和这边的环境不一样 但是在此之前 你要先学会日语 就当做你学习经验了 放心好了 最近我会请一个老师 好好学习日语的 赵燕对于能出国很是满意 她想要看看外面的世界 到底多么的繁华 告别了赵燕回到了张晓玲的家中 哥 您回来了 小灵 我明天打算回京城一趟 想要带你回去见见我的父母 一起吃个中午饭 傍晚带你回来 小灵 既然已经接了甘亲 是得拜访一下你的甘爹和甘吗 这是京城这里的习俗 甘女儿第一次见甘妈 甘妈是得给甘女儿采头的 虽然不多 但也可以搏一个好兆头 而且老爷今天也悄悄的找人打听了江雪晨 得知这个少年就是赫赫有名的太行公司大老板 小灵这丫头 现在已经跟江雪晨成为了姐弟 如果见到了对面的父母 这甘亲也就算是彻底认下了 没有几年好活的了 到时候最起马小灵以后的生活有人帮忙 我去见你父母 还需不需要带些什么礼品 可是我 我已经没有什么钱了 要不等我缝制几天 被照有了钱 再去怎么样 对我母亲来说 你去了就是最好的礼品 我母亲做梦都想有一个好女儿 第二天一大早 江雪晨起床吃过早饭 准备好了吗 今天中午带你去见见我母亲和老婆 以后你这干妹子 我们家认下了 哈哈 嗯 哥 准备好了 老张 刚才开着拖拉机带走你家小灵的人 不会是你家未来的女婿吧 一边玩去别乱说 这是我家小灵认得的甘心 那是他干哥哥 我们家那小子 从小就喜欢你们家小灵 你可给我看住了 别让我们家的儿媳妇给带跑了 啊啊 我可是从小看着你家的那个浑蛋儿子长大的 干啥啥不行惹祸第一名 你仔细想想 我们家的儿子惹祸 多数是为了你们家的小灵出头 我们家的傻儿子对你家的小灵 那可真是人知意尽啊 那倒是 你们家的傻小子是挺照顾小灵的 但是儿孙自有儿孙福 他们两个能不能在一起 还得看他们自己确定 江老板 你这出去一圈 怎么又带了个漂亮姑娘回来 嘴上装个门把 别什么话都往外帮 这可是我妹子 是带回来让她见我妈的 哥 他们怎么都叫你江老板啊 因为我就是太行的老板 哈哈 听到江雪晨的话后 小灵的脑袋有点晕 自己认的这个大哥 竟然是太行公司的老板 随后江雪晨带她来到了自家小洋楼里 母亲张爱华这时候看到一个女孩走过来眉头紧锁 妈 这是我在市区认下的干妹子 带回来给你看看 以后这就是你的干女儿了 她叫张小灵 此时张爱华的心扑通乱跳 她在这个女孩的身上 仿佛看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影子 干女儿好 干女儿好 我早就想要一个干儿女了 干干干娘 你喊我啥 再喊一句 张爱华曾经无数次的在梦中 梦到过自己的女儿喊娘 现在终于实现了 你们先聊 我去一趟房间里面 外面的姑娘是怎么回事 那就是我的同胞姐姐 我把她认做了干妹妹 带回来给母亲当做干女儿 等大家都熟悉以后 再告诉她真相 你的脑子里面 怎么那么多的坏主意 如果没有这么多的坏主意 怎么能把你娶回家 你说是不是 贫嘴 我这一辈子 就是被你这张嘴给打败的 两人说话的时候 母亲带着张小灵来到了客厅 我是江雪晨的老婆 我叫清灵 小灵妹子以后来了这里 就当做自己的家 不要客气 对 你就当这里是自己的家 不要客气 今天是小灵 第一次来我们家 我决定了 中午吃火锅 我现在就去准备羊肉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江越你竟然还会喂猪 三哥 你别狗嘴里面 吐不出象牙 大姐说了 这两头小猪交给我饲养 等小猪将来卖了钱 就是我的零花钱 大姐你对江越这小丫头 也太放纵了吧 让她喂猪 猪长成后 卖了钱还给她 我跟江越说的是 猪只能由她喂大 别人不能插手 过了年 她就开学了 哪还有时间喂猪 她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大姐 你也太鸡贼了吧 这不叫鸡贼 这叫合理的调动你的积极性 雪晨 你不是去市区寻亲了吗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嘿嘿 我把母亲的女儿 当做干妹妹 带她回来见娘 今天中午我们要吃涮羊肉 小灵姐姐 市区我还没去过 好玩吗 你去过动物园吗 跟你们这差不多 我也没有去过动物园 听说门票要三毛钱 小灵姐姐 过两天让我哥 带我们去动物园玩吧 她有钱 现在你的两个妹妹 都想去动物园玩 你该同意了吧 好 这一次我送小灵回去的时候 你也跟着来 我带你们去动物园 哥 不 不用了吧 小灵啊 没事的 就让你哥带你去玩 她有的是钱 干娘 这太麻烦了吧 妈 别人都叫你干娘了 按照我们这的风俗 应该给红包了 你还愣着干啥 对对对 这是干娘给你的红包 以后沾了干娘的福气 绝对好运连连 以后你在干娘的心里面 跟亲闺女是一样的 这手镯也一定送你了 郑 这太贵重了吧 我不能要 你看我的手腕上 也有一条这种手镯 母亲的闺女都有 你安心收着 以后大家就是一家人了 是的 我也有 小灵姐姐 你就收下吧 随后众人围在一起 一边吃一边聊 母亲则是不断地询问 小灵的家庭情况 听着小灵的描述 知道他们过得不宽松 母亲有心帮忙 却又不知道如何诉说 我现在有缝纫机了 以后也能赚钱了 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小灵 为啥你喜欢当一个纺织女工呢 你们别笑话我 因为我从小有个梦想 就是想当一个纺织女工 然后赚钱 让家里人过上好日子 纺织工很累的 要不让你哥 帮你安排一个好工作 别的不敢说 安排你去一个酒馆当掌柜 还是绰绰有余的 不 不用了 小灵也不怕你们笑话 我想先熟悉一下 纺织里面的流程 然后等我以后有钱了 自己开个小纺织场 小灵说完以后 脸上露出了羞涩 因为以前她说 要开纺织场的时候 多数人都是在嘲笑她自不量力 现在虽然有了私人的企业 但是纺织场还没有人搞 你跟雪晨很像 当初我们家一穷二白的时候 她就说自己要搞企业 结果你看 她不是就成为了太行的老板 随后众人开始叽叽喳喳的给小灵 讲述将雪晨的创业经过 从农庄到酒厂 从烟金到东京 雪晨哥可真厉害 听了雪晨哥的故事 我对自己也有了那么一点的信心 别听他们吹牛了 女孩子还是文静点好 否则的话谁娶你 再好的工作不如嫁对好人家 张爱华说完以后 一屋子的人全都笑了起来 吃完了中午饭 江雪晨带着小灵和江月离开 张爱华看着拖拉机离去的影子 眼角涌现出了眼泪 十几年的等待 今日他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女儿 娘 进屋了 他们已经走远了 以后有的是机会相见 对手也好 对手也好 我发现了 我发现了